一个女孩一直努力读书,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993年,我出生在河北一个小城市的普通家庭 爸爸是当地一所双飞大学的职工 妈妈是一家小医院的医生 父母不安于在小城市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选择去北京打拼 爸爸考取了中科院的研究生 我三岁时搬到北京和他们一起生活 在北京的生活很艰苦 我和爸爸妈妈奶奶四个人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房 后来搬到了稍大一点但依然脏乱的桶子楼 老鼠在房间乱窜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 而如目染了父母在大城市打拼的不易 我深知只有学习才可以改变命运 小学时我就比别的小朋友学习更加刻苦 把别人用来玩的时间全部都用来做奥数题 即使被题目难道崩溃大哭也没有放弃 因为学奥数是当时唯一能进入理想中学的途径 终于小生初时凭借优异的奥数成绩和各种学生荣誉 通过层层选拔被全市最好的中学录取 然而等待我的是前所未有的竞争和压力 初一的第一次英语考试 我就考了全班倒数第一 自尊心备受打击的我没有就此摆烂躺平 单词记不住 我就一遍一遍地抄写直到记住为止 成绩不理想 我就主动找老师分析错题寻找原因 在老师的帮助和同学的鼓励下 我的学习渐渐走入正轨 并顺利考入本校高中 中学时期持之以恒的信念和六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让我考入了理想的大学 大学四年过得很辛苦 没有数学天赋的我选择了让人望而生畏的数学专业 高深的数学课对身边有竞赛基础的同学来说简单平常 可对我来说就像听天书一样 拼尽全力学却只能勉强及格 想要转系成绩却达不到要求 在无数次的自我怀疑中 我甚至产生了退学的念头 没有过人的天赋 我唯一的笨办法就是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 我拒绝了一切社交 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 尊严尖身的数学题 就这样坚持了四年 终于我的成绩有了好转 甚至还获得了年级的奖学金 最终从清华数学系顺利毕业 然而我的野心不只是获得名校文凭 我想出国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为了给家里省钱 我没有读硕士 而是选择直接申请博士的全额奖学金 读博的过程漫长且痛苦 科研没有进展 身边没有朋友 长期的紧张压力和抑郁焦虑 让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无数次想过放弃 但想起之前人生每次遇到困难 都是在坚持中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又无数次否定了放弃的想法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 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奋斗 结果漫长的努力与坚持 终于一起顺利博士毕业 现在的我来到了向往的城市 过上了小时候理想的生活 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 是父母尽力给我创造好的环境 是男朋友在艰难时刻对我不离不弃 更是我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 每次升学进入新环境 我总是最后几名 但又总是能凭借努力和毅力 一点点追上来 每次面临人生选择 我总是走那条更难的路 趁着年轻多吃了一些苦 终于在未来给自己赢得了更多选择的权利 今年我30岁了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的故事精彩继续 我不知道在现在的大环境里 还有多少人相信努力这件事情 但我还是想用我的故事告诉大家 如果你仍然对美好的未来抱有向往 请不要停止努力 不要放弃自己 你的努力不会马上就有回报 但是会一步一步的带你到更大的平台 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 能去体验更多的美好 终有一天你会像我一样 感谢当年那个一直努力 没有放弃的自己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 请多多帮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